那一樣剛剛那個slido連結是整天的喔 就是他不是唐正偉那一part而已的 就是slido可以隨時的就是一樣在丟問題 然後一樣在按讚 然後我們最後的每一場次的最後QA的環節 都會從slido開始 然後一樣從戰術比較高的會一一的Q下來這樣 好那如果大家都回到現場的話 那因為今天時間很寶貴 我也就不做太多的介紹 我們待會的講者就是 如果大家有看到現場的螢幕 還有各位現場的朋友 就我們今天的接下來的第二個議程是 好想工作室的吳展偉Howard 然後還有台南市會城市辦公室的陳真 然後他們兩位會為我們做分享 那分享的時間的話 這個議程是40分鐘 然後講者會各講10分鐘 也就是演講的部分會有20分鐘 那20分鐘就會是QA跟slido提問 所以大家應該會發現 今天是一個非常重交流跟QA的場合 比較不是太多的講者的分享 所以請大家務必踴躍的在slido 或者是在現場線上提問 那接下來時間就交給我們的講者 兩位哪位先開始呢 好那就從吳展偉Howard這邊先開始 嗨大家好我是Howard 好那基本上對於所謂的開放政府啊 或公民議題啊 我應該算是一個麻瓜吧這樣子 因為一直以來都是以工程師的角色 然後都是做各種的資訊相關的 Site Project或是功能這樣子 所以大部分都是偏向實作者那一塊 所以我剛在後面再翻他們整理出來 例如說跟開放政府相關的法規也好 或者是這一次做辦法也好 有時候我就覺得很佩服這樣子 可以這麼巨細民意的 然後耐下性質的去做這些事情 真的很厲害 那基本上我自己其實這幾年來的話 在參與 我不認為我自己是在做開放政府 或者是公民議題相關的 老實說並不是這樣子 那主要都是在解決 不管是自己的問題 或身邊朋友的問題這樣子 那去年的話就可能就比較大的 那就是口罩地圖這件事情嘛 那今年的話就是有參與 就是台南打疫苗這件事情 口罩地圖就先不討論這個 因為基本上大家可能都有用過 都知道這是什麼一回事 那台南打疫苗的話 他會算是比較地方政府型的 這一種project 那主要他就是在處理疫苗施打的時候 然後他的一些資訊相關的工具 一開始的話 其實對於一般民眾 可能會認知台南打疫苗 他是一個Lightbot 他是一個預約系統這樣子 主要就是因為在中央1922出來之前 那有一陣子的黑暗時期 就是各個地方政府 你要是要造冊的 或是禮民通知的 或者是說用什麼樣的方式去通知這些 85歲以上 75歲以上的老人家去施打疫苗 那那個時間點的話 其實造成就是整個基層很大的壓力 所以那個時間點的話就是台南市政府 他就做了一個台南打疫苗 給這些老人們透過Light的方式 然後去預約 那整個過程就先不講 但是我覺得蠻自豪的一點就是說 我們竟然讓這一些 父母輩的老人家 然後用Light的chapbar很順利的完成預約 我覺得這次還做的還蠻不錯的一點這樣子 不然的話 對於這些老人家們的話 其實都是一些資訊 他比較不熟悉的這個族群這樣子 那除此之外的話 我對於公民如何去參與這些防疫啊 或者是參與這些 這些社會上的議題有一些建議啦 基本上的話 我自己整理起來的就是三個 第一個就是自己做 然後再來就是馬上做 然後第三個就是持續做這樣子 那自己做的話 他意義是這樣子說 我們都會看到社會上有一些問題 或者是說我們會覺得政府可能有些事情做不好 可能我們大家都會第一個時間 我就覺得怎麼那麼笨 或者是為什麼這麼做 或者是說為什麼你可以有更好的做法 其實大家都會抱怨 但是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說 你如果看到問題的話 其實可以第一個時間點 你就跳出來自己做 那自己做的方式 你可以自己吹一張嘴 就例如說我在上面去發表一些想法 或者是去討論一些東西 或是參與一些什麼樣的活動 但我覺得更重要的東西就是動手 動手是最重要的 所以不管是在去年的口罩地圖 或者是台南打疫苗 大概都是在看到問題的當下 然後當天晚上就手癢 就開始做這些side project 因為自己本身是工程師 所以就馬上去做了這些事情 都不會考慮說他的後果如何 或是他的效應如何 甚至他會不會有一些什麼funding 或者是錢 或者是你做出來會不會讓人家認同 其實都不會考慮那麼多 反正你就看到問題 你能做你就馬上做 趁著這個熱情還沒有燃燒 或是憤怒還沒有燃燒之前 就先做這樣子馬上做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你在做這些事情的話 你是要自己做 那有些時候我們看到問題 我們會叫別人做 或者是只是抱怨 那與其這樣子的話 你不如直接動手做 你的主控性還比較高這樣子 那再來的話就是持續做這件事情 持續做其實很廣 定義很廣 那包含說你持續修正 你不要怕犯錯你持續修正 因為你一開始做的 絕對不可能是會符合 不管是人民的需求 或者是問題發生者的需求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說 你做了之後取得feedback 然後修正 這才是最重要的 除此之外的話 另外一個重要點就是說 你要找人一起做 因為一個人你可以做很快 但是一群人你才能夠做得久 所以不管你是從社群上 或者是說像G20V 很多人在推坑跳坑這樣子 然後或者是說 你今天找了其他人合作 包含說政府機關的人合作也好 或是自己的夥伴合作 這才是重要的 你才能持續燃燒 持續走得遠 那持續做還有另外一個就是說 持續做這件事情 並不是一個 持續在同樣的一個scope 或持續燃燒的一種狀況 他可能會變大 像是去年口罩地圖 可能做著做就變得很大這樣子 或者是他就是持續持平這種狀態 可是更重要的是 持續做有可能會持續變小變小變小 變成是一種細水長流這種狀態 因為每個人他不可能 永遠都在做同一件事情 你持續做 你有可能也會疲乏 所以如何去控制你自己 不管是在生活上工作上 或者是你的siproger上面 他最後還是要取得一個平衡 像是我做過很多的siproger 那到最後就是做完了之後 衡量看看它的效應 衡量它的結果 你要有勇氣要去把它縮小 縮成是一個你自己舒服的狀態 不然如果你持續卡在這件事情上面的話 你反而就沒有辦法去做其他更多你想做的事情 所以持續做 其實他不管是你要找人啊 或是去修正啊 或甚至到最後你要把它縮小 我覺得都是必須要去做的 必須要討論的事情這樣子 所以以上大概針對公民如何去參加一些 不管是社會上議題或是防疫上的問題 那就給一些建議這樣子 那接下來時間就交給洆湞這邊 看你已經順的搶了主持人的工作 對 那大家好 我是台南市政府的陳真 那今天我跟Howard在後面稍早 我們私下聊了一下等一下 就現在要講什麼 那他問我一個我覺得蠻重要的問題 就是到底台南打疫苗 大家剛才聽到了 就是他是一個就是幫民眾 預約COVID-19疫苗的check bar 或者是他後面有一套就是接種機制 他跟開放政府到底有什麼關係 那他怎麼算是公民科技 然後所以我覺得這可能就會變成 我等一下分享的一個簡單的詛咒 我覺得他其實從三個點去回應了 什麼是公司協力 什麼是開放政府 或者是找到一個新方向 那這也是台南打疫苗這個專案 對我個人來說就是蠻重要的一個原因 那第一個就是開放政府他其實蠻期待 就是說讓民眾的聲音可以更好的融入 進入到政府 那其實這就被談到就是說 最常出現就是民眾的需求 怎麼樣進入到政府 大家常常都覺得 政府做一些奇奇怪怪的東西 根本就不符合民眾的需求 那我覺得今天我也是算是 半個公務人員出來就是講一下 就是說因為現在來說就是公務 尤其是地方政府 他們其實每個人業務是非常非常繁重的 所以可能發生的一個狀況是 他們並不是不知道民眾的需求 他們其實都知道 甚至他們可能比很多民眾都還了解 更多民眾的需求 但為什麼他們沒有去 將這些融入到這些事物裡面 因為其實你業務太防震 太煩麻的時候 你只是把民眾的問題 變成了公務員的問題 但是卻沒有人再幫忙解決 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在這次台南打疫苗 我覺得蠻重要的事情是 當民眾的問題 開始變成公務人員的問題 我隨便舉個例好了 打疫苗 今天我如果涉及在 我住台南 但我涉及在台北好了 請問我到底在台北打還是台南打 這是一個民眾真實的問題 大家後來會變成公務員的問題 因為一開始如果長官沒講清楚 那可以跨縣市打的話 你要怎麼樣去處理這樣的問題 這時候就變成公務員很痛苦 那我覺得這時候有一個人 跳出來去解決公務員的問題 他是否就是也等於解決民眾問題 這件事情答案大家現在都會覺得是 但是事實上這層很少被思考到 一般人不一定可以去接受 解決公務員問題 等於接受解決公務 等於民眾問題這個改點 那我覺得台南打疫苗 就是把這件事情突出來了 我們今天的Line Checkbox 系統 預約系統 其實我們還有後面的就是 接種快速的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在解決衛生局 公民政局 他們怎麼樣聯絡長輩來接種疫苗 以及民眾怎麼來預約 然後以及就是加速現場 這件事情其實也是在解決公務員問題 但他無形中也解決民眾問題 所以我覺得他很巧妙的藉由就是 滿足民眾需求也滿足公務員的需求 達到了開放政府我覺得一個 比較容易踏入的第一步 我們可不可以先去解決 雙方都覺得很棒的地方 建立雙方的信任以後 我們再去攻那些可能只是一方的問題 那或許這是一個我覺得 滿有趣的一個小小的創新點 對 那第二個點就是 其實有時候開放政府 要直接從民眾就跳到政府 我覺得是有一點難度在的 所以有點難度在不只是就是說 可能雙方長久累積出來不信任 而是忘記了政府單位本身的複雜性 其實大部分的政府單位就是 其實大家可以想像 裡面分了非常多局處單位 隨便舉幾個警察局消防局 大家可能都可以想像的出來 那就如唐鳳正偉在上一個session講到 就是其實很多事情 它並不是只牽涉到單位局處 單位局處也會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這個想法可能不一定就是說 就是他們想要互推責任 有時候真的是一件事情 你在不同領域會有不同的觀點 我想如果在場資訊人員很多的話 可能就可以想像 你們有時候跟PM行銷 BD或者是Marketing 一定會有非常不同的觀點 那有沒有一個單位 可以去做這樣子的意見整合 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 在政府部門其實往往很多時候 有很大的困難的點 那唐鳳正偉他剛有提到的 開放政府聯絡人 他其實就是設立一個機制 想要去處理這件事情 但我們今天回到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要怎麼辦 其實台南市政府是全台灣 唯一有開放政府聯絡人的一個縣市 對但實際上這個機制要在地方政府 跟中央政府推動是非常大的差異 因為他們認為他有一個辦公室 可以全全去處理這麼多高複雜的問題 甚至他有辦法去就是 HIRE到相關的公務人員 但實際上在地方政府這件事是非常困難的 那如果我們外包出去解決一個案子 可能就要花一兩百萬 你們民眾會接受嗎 我覺得在場可能大家意見有開始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今天就是 我覺得台南打疫苗用公民科技的方式 幫忙地方政府找到了一個 可能我們可以有不同於 開放政府聯絡人的跨局處合作機制 就是今天因為台南打疫苗這個系統 讓我們這些資訊單位有機會 真的進入到一個實質政策的決策 一開始在疫苗接種的時候 只有民政局跟衛生局或社會及交通局 這些民眾也一般時都只會想像 這些局處可能會跟疫苗接種有關 因為你要安排醫護人員 你要安排就是例如說 有些行動不方便者的接送 然後或者是你要去通知85歲上的老人 對但是一旦有了公民科技的介入 資訊者禁用另一個思維進來的時候 可以直接在整個政府部門 讓大家換一個方法來思考 如何一起去解決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這是公民科技也好 台南打疫苗這個系統 它用了一個不同的方式去做到 跨部會的一個整合合作 然後我覺得進而創造出一個 除了開放政府聯絡人以外 在地方政府做一個政策整合 或者是溝通的一個新模式 而且這個新模式讓我們跟其他局處 有了更親密的合作關係 他們也對我們有了信任感 我們可以繼續往下推 因為像現在衛生局 它在以後將來一些業務 它就已經明確來詢問我們 有沒有資訊化科技技化的可能 那這對資訊人員也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因為我們就是 其實對我們來說也是跨出未知領域 有時候我們做出來的很多就是MVP 像我們跟Howard合作 一開始我們只是想要做一個 讓里長好去登記意願的工具 結果發覺從衛衛公衛的角度 那個工具超沒有用的 因為只會待在家裡的獨居老人 他們其實可能不是打疫苗的優先群眾 對 那這就是非常有趣的一個地方 它也彌補了我們自己本身的一個部阻 那最後一個點其實就是 我覺得是一個大家對公司協力的反思 對 到底什麼是公司協力 那我覺得它有很多種不同的模式 但是就是通常大家好像都覺得 就是公民跟政府是一起合作 那這時候好像牽涉到錢 就會覺得說這是一個很不乾淨 有公司公司勾結的東西 但事實上是這樣子嗎 這個案子我們有付好我錢 你會覺得怎麼樣 我們沒有付好我錢 你會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這是一個大家可以去反思的一個點 就是這實際的案例中 就是我們有用政府的緊急採購 然後去給它了一些它應有 沒有它 它有收取到一些費用 但就我們對它的付出了解 我覺得是侮辱它 對不起 對 但是可是有些人就會好奇說 那到底緊急採購這樣子的方式 第一個它會不會是某一種有可能 就是關山勾結的可能性 第二個是 那是否代表這樣子的模式 只能在緊急的情況下發生 因為平時我們就恢復到標案了 那標案我們還能夠有這樣子的一個合作關係嗎 我覺得這其實是一個非常挑戰的一個思考在 到底怎麼樣去抓這些 我自己還沒有答案 那但是我覺得這是一個 滿可以讓大家去思考 到底什麼樣是你心中的公司協力 對 然後 而且我覺得就是 這是第一種的 就是我想要帶來的一個反思 那第二個就是說 其實就是說 有時候的公司協力也可以非常有趣 因為其實我們這一次疫情期間 台南市政府做科技導入非常非常多 就是 例如說就是 AI去偵測你有沒有戴口罩 然後或者是就是說 我們也有就是 預約PCR篩檢 然後我們可以去分辨你到底有沒有去過 那個 你到底有沒有相關的旅遊史在讓你做PCR篩檢 不像有些民眾可能比較容易恐慌 就是他明明就哪裡都沒有去 他也要做PCR篩檢 那可能就會浪費醫療的就是資源 那另外說我們也有一個COVID-19儀表板 上面會去公佈確診足跡這件事情 那確診足跡這件事情就非常非常有趣 就是說 確診足跡明明就是政府部門公佈的 像我們台南就是地方衛生局 但我們其他局處其實也沒有辦法拿到最即時的資料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去做些資料運用 那我們反而跨了一個管道 就是說我們其實也是拿民間的資料 民間整合的全台資料來去運用 那我覺得這其實也是從民間再去 民圈再另一種回饋政府的一個新的方式 就是有時候我們政府的資料可能反而也是民間回饋 這當然不是一件理想的事情 它可以反思 但我覺得這也是某一種有趣的公民科技的一個公司協力參與 那大概是我簡單 我覺得台南打疫苗或是相關的一些防疫科技 怎麼樣帶來的一些不同的就是反思 讓大家參考 好那就先謝謝兩位講者的分享 然後我們接下來會進入到QA的環節 欸這樣我還不會進鏡頭 還是只是喔這樣我才會進鏡頭 那聽到這邊大家應該稍微有一點感覺 就是從我們第一個場次的設計 是由唐政偉來分享 比較可能抽象層次的 然後以及是比較中央政府觀點的 因為大家知道這個我們今天這個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 它其實是一個行政院的 合定的一個政策的一個計畫 那這個是屬於我們就是中央政府 那可是像這一個場次的話 邀請兩位真的很感謝他們兩位實體 肉身來到現場 是從台南的就是肉體 大家這邊的 對這邊現場這邊也有一些肉身這樣 肉身這樣 就是肉身來到現場 真的是從台南今天拉高鐵來 結果這個行為正式體現了 就是其實開放政府這件事情 在中央層次 可是在地方層次 又是很不一樣的事情 那從兩位的分享可以知道 是熱心的工程師 然後以及在工部門裡面 有新的公務的夥伴 可是他們一樣會遇到很多的問題 他們怎樣去克服 如果說在地方政府裡面 跨局處的溝通其實也非常的困難 有的時候民間反而是一個 可以去突破官僚體制 內部的一些 既有的一些局限的一個方法這樣 那我講這些串場是會讓兩位 看一下slide的提問 那我們還是就先從 就是如果是線上跟實體的朋友 就是slide的提問 我們先過大概三到五題 然後讓兩位講者回應 然後我接下來會再問大家 有沒有要現場直接拿麥克風 做提問的以及線上的 好那兩位的話有沒有想要先回應 好的 第一題做口罩地團台南打疫苗 這件事情是沒有配的 這兩個剛好是完全不一樣的例子 這樣子 做口罩地圖是完全沒有配的 那這個東西很有趣 就是說口罩地圖 它也算是一個公司協力 而且是很大件的公司協力 那但是公司協力的部分 是完全是被在一個開放資料上面 就是這個政府的open data 那這個data裡面的話 其實就兩個資料集而已 一個就是健保藥局的地點 第二個就是它的庫存量這件事 所以所有的民眾都拿得到 但也只是被在這些事情 之後的話有任何跟隱私相關的 例如說口罩預約這件事情 基本上它就沒有辦法用這樣的模式 就是繼續協力下去了 因為你好像必須要拿這些 可能要先簽NDA 甚至要簽一些合約 什麼樣的狀況這樣子 好所以做口罩地圖這件事 只有賠錢而已 它沒有賺錢這樣子 對 60萬 那台南打疫苗這件事情的話 它是有拿配的 但是這個東西 我在一開始 RR他找我在諮詢這件事 其實一開始是沒有要做的 只是剛好就進去台南市開會 因為是台南市輕微這樣子 開會結束之後 他說有沒有空 他想詢問一些事情 我就被抓去就跳坑了這樣子 那我聽到他們的問題之後 其實我當下反應說 這個東西可以怎麼做可以怎麼做 然後腦中開始已經有畫面有想法 所以當天晚上 我就幫他做了一個Prototype 在這個時間點的話 基本上我是完全沒有去思考到說 我要拿配啊 或者是說我要報價 或我要幹嘛之類的 我要賺取什麼樣東西 其實並沒有那些東西在 甚至是說 再往下繼續做的時候 然後我跟他講說 這個東西其實我一點都不care說 拿多少的費用 基本上我只想要解決人的問題這樣子而已 那甚至到最後 就整個做完了之後 我們剛剛在後面 來討論一件事情是 在做這件事情 其實我會過手非常多的敏感資料 例如說護證的資料 包含說所有台南全部的市民 他們電話地址 基本上病例這些東西 我可能都會過手到 那我可以用什麼樣的身份 或什麼樣的機制 如果我一直處在民間的話 也就是說我如果要做這件事情 我有沒有辦法 除了標案以外的模式 去做到這件事情 那我剛剛在後面討論 好像沒有一個答案 好像你只能走這套模式這樣子 所以我想要不拿錢 我可不可以不拿錢 這就是另外一個問題點這樣子 那我補充一下 我覺得自從做台南打疫苗 跟How I一起講話 我壓力都很大 我真的不知道他會講什麼 那我覺得可能我們兩個 下面聽起來很官方 但是其實是滿真心的 就我覺得我們兩個記憶不太一樣 其實那個狀況底下 比較像是 我確實先找他徵詢一些idea 那我們其實內部是有一些idea 那我們不確定要不要做 我們只是 其實我們內部有很少很少的自己開發人員 我們一開始本來想說 我們先開發一點 然後How I當我們的一個諮詢的一些顧問 大家算是資訊交流相長 對 那只是後來疫情 接種這件事情變得很 試菜很嚴重 然後長官也需要一個解法 然後同時How I速度也真的非常驚人 然後所以就是變成像他剛才說 他可能畫一塊的 就是一個晚上很快就做出了一個 我們想要的模型 那在長官也同意底下 然後確實也回到他剛才說的 我們要給他那麼多基敏性能資料 我們一定要給他一些法律上的綁定 所以才會就是變成現在的一個情況 那所以我覺得剛剛口罩地圖跟台南打疫苗 就是真的非常不一樣 那我覺得就像剛才How I說的 其實剛才那一段的一個反思 我自己沒有答案的部分就是說 我們到底有沒有辦法在標案以外 或是非常單純的開放資訊分享以外 找到其他公司協力的方式 其實是非常非常有趣的 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 標案有時候不是一個非常健康的一個環境 就是例如說所謂的最低標 就是最低價優先這件事情 然後可是就是他確實也回歸到 你要保障某一些程度的就是 應該說避病啦 避免了一關的避病 因為我相信如果今天後來發展到 台南市政府永遠都可以好案子 大家一定會覺得這件事情很不OK 然後必然有什麼問題 我們也不希望就是只有親近的人 就算他是很優秀的工程師 很熱血的工程師如果好 我們也不應該讓這件事情發生 所以這就是我覺得稍微補充一下 就是為什麼我們剛才特別提到 就是大家可以重新去思考說 到底開放政府是什麼 然後以及說我們現在某一些機制 是否真的限縮了這些可能性 以及為什麼這些機制要去做這樣的限縮 它並不是有時候就是必然的腐化 它有時候其實反而是反喚這樣子 好 謝謝 那我們就接著就是繼續slide上面的 第二個問題有十問 我發現今天參與的夥伴 應該都是有跟政府合作過的 所以問出來的問題都很來行 那個之前公開分享有提到 開發的方向其實很大程度 被現行的政策或機制 其實就是有點像那個陳真剛剛講的 那這是很多政府人員心中的痛 就是不是不想創新也不是不想開放 可是在種種的這種現行 可能不管是表演或是各種機制當中 可能找不到路徑 那當然我覺得今天兩位在這邊 是有一個成功的case 然後有這樣找到這樣的路徑 可是我覺得可能更多的朋友 可能還在還沒有找那個切口 那個破口 那有沒有可能其他一些經驗 可以跟我們就是參與的夥伴做一些分享 那兩位哪一位先 這題因為畢竟講到政策和機制 所以我先來回答一下 就是我覺得機制 必然是大家一個tone 那我覺得確實我覺得 今天台南打疫苗可以出現 我覺得某一程度要歸功在於 我現在的這個位子跟機制 那台南市政府智慧城市辦公室 它是一個任務編組 它並不屬於任何一個機關 它就是你可以想像在機關底上 有一個小小的小組 那它的主任其實是副市長兼任 然後副主任是嚴考會主委兼任 所以它其實藉由副市長這件事就描顯出來 它是一個跨局處的任務小組 那我覺得這個任務小組 就是讓我們 讓我們有了一個空間去跟各個局處 做一個可能比較平行 甚至稍微可能高於他們的一個對談 但是這個局處也沒有大家想像 這個單位也沒有大家想像 那麼繽紛亮麗 好像你高於所有局處 你可以把大家全部摳起來 然後做你想做事情 其實沒有 因為各個局處大家都很忙 而且其實你就只是一個任務小組 你沒有什麼人也沒有什麼資源 大家也不一定要聽你的 但是在這個過程中 確實它還是保留空間 讓我可以去跟各個局處對談 了解他們的需求 然後並且就是試圖去溝通 因為他們也會去想說 這是副市長 是底下的一個相關單位 那他們也會比較願意去做一樣的配合 然後就這樣去慢慢開始 所以我覺得它其實是有一些技術價值的 那這樣子的一個單位 其實在台灣有各個地方政府 其實大概都有 只是大家的營運方式都還蠻不一樣的 那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了解一下 那我覺得就是剛才的機制 第一個講到說跟局處跨境的一個地方 第二個就是因為他是副市長主導的 所以他其實在很多的政策 我們可以很快的直接通到上面 那確實就是說在我剛才說 我用一個系統一個概念 讓自己一開始就被納入疫苗接種政策的集體會議之中 然後進而可能讓創新可以不用經過就是一般想像的 承辦、專員、科長、什麼主秘專委 然後再到局長 然後可能再上去到副市長、市長 這樣層層少掉了非常非常多的時間 這是一個很大的優勢 然後我覺得這也是在這個機制上面 就是比較特別的一個案例在 那我相信就是問這個問題 應該有很多會是基層的就是承辦同仁 那他們要怎麼樣去突破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就是 我自己也談過承辦啦 然後另外就是說我覺得 其實不管在哪一個位置上面就是說 還是要回到現實面就是說 要知道怎麼樣去說服長官這件事情 因為說真的台灣來疫苗我們現在講得很開心 但其實我們從做出來到真的上線 中間被卡了一個月吧 對就是 然後 所以我覺得在那個過程中 不斷地去尋找你的盟友跟長官溝通的方式 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們那時候後來找到盟友 是台南的非常多的行政區的區長或衛生所 全部都在挺我們 然後覺得 然後衛生局的局長 民政局的局長 都支持我們這個東西要去上 就是因為你要讓他們真的看出來你系統的一個好處 同時就是我覺得 在地方這邊 或者是中央可能也是 不可免所 你還是要找到那個亮點 那我覺得在我們這個case中 疫苗預約這絕對不是什麼亮點 因為很多縣市在我們之前都有了 但怎麼樣去論述LINE這樣的一個東西 或是抓到它更附加的一個好處 然後 或是行銷操作 這些我覺得 其實有時候是必要的一個 必要之而 或是它如果本身是一個好東西 那其實就是景象天花這樣子 我這邊補充一點就是說 剛剛其實唐鳳正有提到 就是說 如果你沒有辦法在裡面去推動這件事情 就把它拉到民間吧 其實像我們這次做台南打疫苗 很多事情都是先做了再報這樣子 先做了再報它也不是什麼不好的事情 你總是可以先讓人家看到這個Prototype 或是它的樣子 你就更容易去說服這樣子 在退一百步來講的話 名氣可用嘛 如果你真的做出這個東西來的話 人民覺得好 那長官應該也會覺得 或許就名氣這樣子上來 就順勢這樣子做 所以這也是一個蠻不錯的思考方向這樣子 那我們就 好那這邊不好意思 容我在那個禁食IDOL提問之前 我想自己也補充一下 因為其實剛剛那個洆湞講到的那個點 就也回應一下 因為我之前有兩年的時間 就是待在唐鳳正尾辦公室工作 那其實跟台南智慧城市辦公室的 那個意思也有一點類似 的確在公務體系裡面如果有一個 就有一個比較特別的一個角色在那個地方 那說真的像唐鳳正尾辦公室 其實也不是有很多的資源或人力 可以一手抓了很多的開放政府的 在行政院裡面的工作 可是的確如果有一個 有一個切角有一個破口 然後可以成為政府跟民間之間溝通的橋樑 那很多的公司協力的機制就會成為可能 那因為我剛剛看到後面還有一個提問 跟這有點關係 就是公司協力在目前台灣有制度化嗎 那像剛剛台南的例子就可以看到 雖然他們也試行了 唐正尾在行政院做的 開放政府聯絡人機制 可是這個機制在中央 好像慢慢慢慢做出一點樣子了 可是在地方政府 不一定可以完全的套用跟適合使用 所以變成說他們是以一個非機制化的方式進來 那我只是想要看到這個問題 我只覺得很有趣的是 因為上一個問題是機制 有的時候會卡住我們的做法 可是很多時候我們做了之後又會發現 可是一直這樣個案的去做 都沒有機制化的話 那其實也很不健康 所以這邊其實是有一個矛盾存在的 就只是想說 就順便提醒一下這件事 就其實有些特別的個案這樣子的存在 有的時候它仰賴可能是民氣 或者是仰賴 就說白一點可能是政務體系 或者是真的就是單一政治 這個部分還是不可避免的很重要 就開放政府沒有辦法完全去迴避掉 現實的政治是怎麼影響政府體制的運作這樣子 但是還是提醒一下 因為我們今天這樣的工作坊 就是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 就是在非常多的民間的委員 然後政府裡面也有很多的人很努力的 去把這樣的東西真的體制化了 所以如果問有沒有機制化 那國家行動方案 這個東西是有機制化 只是它要走的時程是可能三四年 那會很長期的需要大家一直在參與投入 那我現在時間還是再回到現場兩位講者 在SIDLE之前我想先問一下 現場有沒有要舉手提問的 就是直接用口頭發問的 就是要問兩位肉體 有沒有肉體要問肉體的 肉身要問肉身的 就是現場的夥伴 有嗎 有嗎 好那BBB有人要用口頭嗎 沒有那我還是就接下來下一題 那這個下一個最多人提問的 現階段公司協力會使用在緊急議題發揮效用 但該提到持續做跟MVP 這邊好多新創圈的朋友是不是 就很多軟體圈的朋友 這些比較偏向敏捷開發 然而目前資訊政府採購合約 都比較像是瀑布型的專案管理的契約 那上述概念可能是否可能需要 敏捷管理的形式來採購契約呢 這個在政府裡面有可能嗎 又或者政府開需求的數位看板 有關台南的社群或企業走跳坑呢 想聽聽看兩位講者的想法 那整個題就先教練好 我自己是很希望走敏捷式的模式 雖然我不見得是敏捷式的教派 可以給我們10秒鐘什麼叫敏捷式嗎 敏捷就是基本上你就是強調他的feedback 然後持續做修正這件事情 就是說你做任何事情的話 你不見得有100%的完全完美的規劃 這件事不存在的 那就是說你要做的話 你就是持續收集feedback 這是最重要的一點 第二點的話就是你要持續 針對這些feedback做修正 就是敏捷這樣子 那像我們在做創業這件事情的話 基本上怎麼樣能夠確保創業不會失敗 你不是有一個100%的計劃 而是你不會倒下 你不會倒下是持續做修正 就是敏捷這樣 我們今天不要跑題這樣子 但是因為這個題目所以就想說 還迷失解釋一下 好就先繼續 那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是很希望說政府是持續做敏捷 因為敏捷你才有辦法解決人民的問題 你不可能說有一個承辦 或者是一個包商 你就一定能夠完美的設計出系統 因為持續系統絕對會改 系統絕對有bug 系統絕對一定會根據每年會有一些新的feature 所以系統不可能不改 那如果說我們一直都被綁在那些條文上面的話 一定要照上面去做驗收或什麼之類的話 那很容易我們就陷入 我們做出來的東西 並不是用來解決問題 而是在製造問題的 所以我覺得以我自己觀念的 以我自己的想法的話 像我們這次談人打疫苗 基本上每天都在修正一些問題 每天都在去處理明天可能會突然爆發出來的一個新的狀況 這樣子 但我覺得這樣才是正確的 我面對這個問題 其實我自己現在想到兩個解法 第一就是我剛才在一開始分享 就有提到我們可能去反思一下採購法這件事情 但大家都知道修一個法是一件非常艱困的事情 特別是採購法這種涉及高級 高很多大量利益的一個情況底下 那我覺得要思考的是 那如何讓公務人員具備有這樣子的概念跟能力 那其實就是我上禮拜正好參加一個英國的 就是服務設計的conference 我覺得裡面的kino speaker這樣很好 其實公務人員做過的設計決策 可能比很多設計師都還多 事實上是這樣 我們的系統也好 我們的服務也好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公務人員做的 而不是所謂的廠商或系統設計師做的 那這個時候 為什麼我們的公務人員沒有辦法 就是得到更多設計相關的訓練 或者是開發相關的訓練 我覺得這方面的一個思維可能是可以另一個跳脫的方式 就是在立法之前有沒有可能就是先讓我們的承辦們 有多這樣子一些的能力 對 那可是當然就是我還是要講一下 我不希望他用什麼上課或者是訓練的方式 對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是可能的原因就是說 我們這次其實是四人團隊 那cover是主要的開發者 那我的角色比較類似PM跟服務設計 然後另外兩位同仁他們就是多功能 對 然後當然還有就是基本上就是什麼標案之類 或是政府部門要遇到一些基本問題的解決 那所以其實我們每一天基本上都是在接種站裡面去就是工作 然後直接接受第一線的人的一些反饋 然後去做適從的思考跟調整這樣子 然後慢慢講出這個東西 對 那這個模式現在看來就是說 當然它是有可能發生的 就是但是實際上就是除了剛才說 第一個有沒有錯過專業訓練 第二個就是我們的業務這件事情 因為地方公務員的業務真的非常多 那怎麼樣業務的話去做精簡 然後讓公務人員也能夠有這樣子一些體驗 然後我覺得也是蠻重要的這樣子 對這邊再補充就出了公務人員這邊的話 一般的就是接案的開發商願不願意這樣配合 那也是另外一個問題 對 好 所以對於我來講的話 我可以選擇就寄信跟他說 你這是靠北難用啊 但是也就這樣他應該不會理我這樣 但是我自己會做一些事情 所以我就把它變成是一種可以挑選車牌 把所有資料全部爬下來 然後變成是一個很方便的工具 我自己用得很開心 後來發現說這個東西很多人都有這個問題 就變成是很多汽車業務也都拿去用了 所以這個案子就是說你可以 你可以澄清你可以去提這些想法 但如果你可以著手解決的話 你或者你挖一個坑 找人一起跳坑這樣子 我覺得會更有意義這樣子 甚至說不定監理站看到啦 說不定未來他也會採取這種方式 那就是Win-Win嘛 大家都贏的模式這樣子 好那這邊陳真有 這邊我覺得要稍微解釋一下就是說 對啦確實大部分情況可能會當一般陳情書理掉 這是不可否認的 但我覺得這時候要去思考就是背後為什麼 那我覺得剛才提到業務非常繁重就是一個點 第二個永遠不要把公務員的承辦當成笨蛋 或是他們就只是每天在那裡領死心碎 其實非常多承辦對問題理解的深度是非常非常多的 所以當民眾丟任何意見進來 除非你的了解程度到他那麼深的時候 不然他們都會 他們真的都會覺得你對他來說沒有任何的幫助 那大家自己想 如果你接到一個很沒有幫助的建議 人家會怎麼樣 你自己會怎麼處理 對然後所以我覺得也不是要嗆大家說民眾就是不懂 我覺得是 也沒有辦法在這個過程中 就是 你去展現到對這樣議題一樣的深度 或是你有沒有辦法像Howard剛才說的 就是有一些比較建設性的做法 直接給他們作為參考 那或者是就是說有沒有辦法 比較突出的新觀點 我覺得是一個蠻重要 那我自己也覺得這其實在某個程度也是在培養說自己在一個公民素養的一個配置上面 然後我覺得另一個比較 那其實關鍵點會回到說 那怎麼樣知道你跟對的人講到對的內容 其實我覺得那就是你怎麼樣去找尋到對的承辦 其實如果你真的直接丟就是什麼 總機 就大家知道打電話打總機就你就會沒有下文是一樣的 那你大概能夠自己去分下來到 這是哪一個局處 大概哪一個科 是去處理的 然後就比較容易找到承辦本人 然後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我覺得這時候 總要讓我們代議士來發揮一下他們的功能 我覺得其實不管是議員或立委 其實都有辦法去幫你接到這個窗口 然後去進而就是展開一個我覺得 比較有實質內容深度的一個對話這樣子 好 謝謝陳老師分享 所以我們今天的最後一個session 才會有民意代表的參與 因為其實真的每一個環節都有可能是 在我們這個公司協力的這個破口打開的一個點 那我小小的補充一個小故事 就是剛剛我有介紹說就是在唐政委也有介紹 大家知道一下國發會有一個join平台 他是連署五千人 然後就是可能會被挑出來做一些後續的一些工作坊 或者是人民真的可以跟政府做一些很直接的合作溝通 但我有遇過一個狀況 就是連署五千人的那個提案人 我們就是說你這個案子我們選中了 然後我們要來做像這樣的現場工作坊 那一般來說提案人都會滿開心的 就我們關心公共事務 然後我們有機會然後可以一起討論 可是真的也有遇過提案人覺得 我就已經在網路上鍵盤打完了 你還叫我來參加 那我講這個故事不是要怪民眾 我只是要講說其實 就是對公務員來說也會覺得提案五千人 然後我們就是建立了這樣的網站這樣的制度 然後我們也很努力的用很多的資源去build一個場域來合作 可是民間的夥伴或者是民眾或者是 就我們也有的時候怎麼說 他們也會覺得很心累 為什麼民眾不願意多跟我一起合作呢 只願意單向的丟他的需求 可是沒有看到我公部門公務員的需求 我就是需要這麼重重關卡我才能做這件事情 這就是公務體系 而公務體系的存在這些制度是為了 哇我自己用太多時間了 是真的是為了要防避 因為這都是國家的資源都是納稅員的錢 所以我覺得這中間還是有很多需要互相體諒跟理解 彼此處在很不一樣的場域的這個狀態下 有什麼共同的語言可以一起合作 那很不好意思我還是佔掉一點時間 但是我想看兩位是不是in general 就是這樣子的對談裡面有沒有在最後的一分鐘 為我們這一個場次做一個結尾 得罪太多人所以我們先來結尾一下 我覺得剛剛其實我跟Hawr的對談 我覺得還有就是跟大家提問 我覺得我是從一個就是 我自己認為我是辦公務人員 因為我自己的背景不是那種真的考試進去的公務人 大家可能也從我談論知道 我可能過去有在業界的一些背景 那我覺得其實就是坐在中間 可能類似這樣的橋樑的一個角色 其實我覺得可以看到非常多 不管政府端面對的一個困難 那我覺得今天角色比較像是 溝通給大家知道就是說 其實公務體系有他們的限制 那確實我們也不是就是坐在這裡 我們也嘗試去突破了 那歡迎大家一起來就是加入我們這樣子 那我覺得一般民眾的一些熱情面光明面 因為今天有Hawr在 所以我就比較不贅述那麼多 Hawr的話有一個群組 因為我們在一起工作 那常常我都在裡面去討論說 公或是私那中間有什麼樣的合作模式 其實大部分都是我在嗆他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很重要一點 其實我們兩個文化背景 跟領域其實很不一樣 但重點是如何要讓這樣不同文化的人 在一起合作 唯有一件事情 就是大家的目標是一樣的 這一點非常非常重要 是因為我們看到了地方的問題 我們看到衛生局這些衛生人員 十大一美很辛苦這些問題 我們想要解決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才可以都耐著性質 然後就是為對方同理 然後找出一個共同解決方法 所以我們的理念我們的方向 一定要是在同一個水平上才是 假如說我今天是care前的 基本上我們可能就做不下來了這樣子 對 所以我覺得目標一致 有才有辦法在彼此同理這樣子 好今天真的非常感謝兩位肉身 從台南到現場來參加 那我們這一個場次 因為時間的關係 就先到這邊結束 那大家就掌聲謝謝兩位獎者 然後接下來就是會進入休息 兩位獎人謝謝 然後就接下來我們也是一樣 就是休息五到十分鐘 我們這個場次是到休息到二十分 然後會進入下一個場次的講者 那下一個場次是跟青年參與比較有關係的 那一樣就提醒大家就飲水飲食請到外面 然後線上的夥伴如果有什麼技術上的問題 可以在聊天室提出來 那我們就待會五分鐘後見